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珍珍 我手烫伤了好痛啊 不是跟你说牙膏可以体痛吗 可是我都用了两支了还是好痛 嗯 对呀 你是怎么用的 是的呀 大家好 欢迎来到沃尔的魔法课堂 我是你们的导师海报格兰杰 沃尔的对我们的生活工作有多重要 你卸载一下就知道了 沃尔的里面最痛的是什么 你电脑突然断一起电就知道了 毕竟邓小平爷爷说过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通宵达旦的写了一宿的文案 快完成的时候电脑死机了 就好比你发现了号码中奖了 结果彩票找不到了 那种无利欲挫败 我恨啊 所以今天我们必须一定毫无疑问的 要把保存放在第一课 点击文件 选项 保存 这边有一个保存自动恢复信息时间间隔 我们可以把它默认的10分钟改为3分钟 这样即使你的文件还没来及保存就关闭了 也只是损失3分钟以内的内容而已 点击确定就可以了 怎么找到还没有保存的文件呢 点击文件 选项 保存 这边有一个自动恢复文件位置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路径来找到我们没来及保存的文件 同时我们还可以在文件信息这边有一个管理文档 点击管理文档就可以恢复还未保存的文档 另外告诉大家 Ctrl加S是保存的快捷键 时不时的按一下对你的身心绝对大有弊异 当我们的文件完成以后 要发给客户或者是发给领导的时候 你不知道对方用的握的是哪个版本 所以为了保险起见 建议大家一定要另存一份DOC格式再发给对方 保存类型 这边DOC DOC可以兼容所有的Word版本 如果你贸然发了DOCX给对方 那如果对方用的Word软件版本太低的话 是没办法打开你的软件的 更保险的话 可以把它另存为PDF发给对方 PDF它可以完整的保留你编辑的格式 还有一些排版什么的完全不会变的 给保存下来 但是有一个缺点 对方收到PDF是无法对PDF进行编辑的 说完了保存时间保存路径和保存格式 我们说一下保存特殊字体 有时候我们为了排版整体的美观度 会用到一些特殊字体像这一个 用的就是汉仪延凯凡 但是如果换了一台电脑再打开这个文件 它的电脑没有装这个特殊字体 那这个字体就无法显示 怎么办呢 点击文件选项 在保存最下面有一个将字体嵌入文件 把它勾起来 三个勾都勾起来 点击确定就可以了 这样无论你在任何一台电脑上 再打开这个文件 它都可以字体进行流畅的显示 是不是非常厉害 职场生存法则 一是不要被自己坑 二是不要被别人坑 不被自己坑的关键就是要做好文档的保存 而不被别人坑的关键 当然是要做好文档的保护了 那么在商场如战场的职场 我们究竟要来怎么保护我们的文档呢 在沈岳这边有一个限制编辑 点击它 勾选第二个 编辑限制 不允许任何更改 是启动强制保护 输入我们的密码123 确认新密码123 确定 这个时候即使别人打开了我们的文档 也不能对我们的文档进行任何的编辑 怎么取消我们的限制编辑呢 点击停止保护 输入密码123 点击确认 这时候才能再次对它进行编辑 而有的时候我们在与对方进行信息的交流的时候 还有一部分信息需要对方确认修改协商 所以这时候就不需要对整篇文档进行限制编辑 只需要对部分文档 怎么办呢 启动限制编辑 这边以后 选中还需要对方确认的内容 勾选每个人 是启动强制保护输入密码123 确认密码123 确定 这个时候我们在其他段在进行编辑的时候就没办法了 但是在我们选中的这一段 对方就可以再进行任何的编辑 都是可以的 取消方法依然是停止保护输入密码123 确定 这样就可以了 除了限制编辑以外 我们还可以给文档进行加密 让别人没有办法随便打开我们的文档 按F12另存为的时候 在工具这边 点击常规选项 输入打开时的密码456 确定 456 确定 保存 这时候别人再想随意的打开我们的文档 我没有办法了 必须要有密码 456 确定 但是在这边要提醒大家的是加密需谨慎 如果你的文档连自己都把密码给忘记了 那么这篇文档等于说是废掉了 取消的方法也非常简单 在原路径里面 工具 常规选项 直接选住密码把它给删除掉 点击确定 保存 这样就可以了 同时在文件这边 信息这边 保护文档 下面有密码进行加密 限制编辑 它们的功能是一样的 也是非常方便的 除了以上的两个文档保护方法 还有一个就是给文档加上贴 开记 在文件这边 点击高级属性 我们可以在这边输入我们自己的信息内容 点击确定 这样即使别人窃取了我们的革命劳动成果 也是有迹可循的 但是呢 海保老师这么恰儿的人 比较喜欢自攻自破 假如我们在网上下载了一篇文档 给他进行简单的修改汇报以后 在汇报的过程中突然跳出了原作者的信息 那就非常尴尬了 怎么批量一下子删除所有的属性信息呢 在信息这边点击检查问题 检查文档 是 检查 这时候会出现一条文档属性和个人信息全部删除 然后关闭它 这时候我们再看一下 它属性里面的所有信息都已经被通通删除干净了 是不是也非常方便 第四个方法就是给文档添加水印 非常简单 在设计这边点击水印 这边是他们自带的一些水印文字 我们自定义水印 添加文字水印 文字一般是写公司的名字 我们这边写海保真美 点击确定 水印就自制完成了 但是呢 如果对方稍微懂点行 他都知道 依然是在设计这边 原路径 点击水印 删除水印 那你做的这些水印就白费功夫了 怎么做出对方不易察觉的水印呢 我们可以在夜眉夜角状态下自制水印 双击进入夜眉夜角编辑状态 插入一个横排的文本框 海宝 海宝 哎呦 还好 海宝 真美 文字给他进行放大 一直放大到你要的一个状态就可以了 颜色可以稍微调浅一点点 然后文本框我们给他设置为置于文字下方 形状填充无填充 形状轮廓无轮廓 这时候把文本框放在我们文档的中间给他稍微倾斜一点 按住键盘上的ESC键退出编辑状态 再按一下 退出夜眉夜角编辑状态 这时候我们自制的水印是不是就完成了 我们再看再生成一页 这样每一页都有我们自制的水印 而且当对方想要删除你的水印的时候 在水印里面就没有办法删除了 而且很多人都不知道夜眉夜角还能这样玩 所以这是你添加水印 最棒的一个方法 既然是职场求生技能 那这期课要讲的肯定就要有 在职场中关于word 我们最重要最紧急最令人痛心疾首的通点了 给大家一些时间好好想想 你们平时工作中都遇到过哪些通点呢 好了咱们不等了 我的常见问题时辙一探究竟吧 一篇文档里面经常会出现这样花花绿绿的蚂蚁线 非常影响文档的美观 怎么办呢 在文件这里选项 点击叫对 在word中更正拼写和语法这里 把前三个勾给它全部去掉 再次点击确定 会发现已经一下子全部消失了 我在这边输入海宝 后面的字都被吃掉了 只要在键盘上找到insert键 轻轻的敲击一下 这个时候再输入内容就一切正常了 或者是可以在状态栏这边通过插入改写来控制 如果你的状态栏没有这个选项 那就在空白的地方点击右键 把改写插入这个选项给勾选起来就可以了 插入就是正常的输入状态 改写的话后面的字就会被吃掉 像我们在这里输入一个百度的网址 3w.百度.com 会发现老是自动变成超链接 非常的麻烦 怎么样取消掉它呢 在文件这里选项 叫对 这边有一个自动更正选项 点击它 在键入时自动套用格式 第一项 第四个 internet及网络路径替换为超链接 把它的勾给它去掉 点击确定 确定 这时候 你如果再输入3w.百度.com 会发现一切正常了 有时候我们会在一段中文的后面 粘贴一个网址或者是有一个长的单词进行介绍 可是快结尾的时候明明还有内还有空白的地方 可是它的细文就会自动跳到下一行 我们删除的话也只是删除上面的内容 它却没有办法跳上去 怎么办呢 在段落这边点击它的命令启动器 有中文版式 把第二项允许细文在单词中间换行给它勾选起来 点击确定 细文就会自动填满上一行 然后再进行换行 输入一个单词 有的时候会进一个词进行解释 但它老是单词的首字母老是变成大写 有时显得会自作多情 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看到 它这里有一个小小的自动更正选项命令启动器 点击一下第三个控制自动更正选项 在自动更正这里 第二个据首字母大写 把这个勾给它去掉 点击确定 这个时候 我们再进行单词的输入就一切正常了 我们有时候下载完一篇文档的时候 打开发现里面的部分文字是无法显示的 就像这样 那是因为段落的行间距设置成了固定值 并且固定值还偏小了 行距远远小于段落字体的大小 所以文字就无法显示 怎么解决呢 只要选中这段文字 然后右键 打开段落 把它的行间距设置为单倍行距 点击确定 问题就一下子解决了 我们有时候会在文档里面手动输入一些标题 然后回车的时候会发现 他老是自作多情的产生自动编号 大家都知道标题下面我们一般都要输入正文内容了 可他老是一回车就产生标题的编号 这要怎么办呢 看到他旁边有一个小小的按钮 点击一下第三个控制自动套用格式选项 在进入时自动套用格式这里 我们把自动编号列表这个勾给它去掉 点击确定 这时候我们再重新输入内容 一 海宝 回车 会发现他已经取消了这个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正常的来输入我们的正文内容了 微软雅黑字体非常好看 但有个不好的地方就是行间距太大不好调整 就像这样行间距非常大 我们全选内容 行间距给它设置为单倍行距 没什么变化呀 其实不要着急 只要调整它的文档网格就可以了 我们全选内容 在段落这边 最下面如果定义了文档网格 则对齐到网格 把这个选项勾给它去掉 再点击确定 这时候会发现所有的行间距 就一下子变得可调整了 是不是非常好用 课程开始的时候 我们说当把文档发给别人的时候 最好存成DOC D版本的格式发给别人 可是别人给我的D版本我要怎么办呢 可以看到我们这边的文档名称 这边有一个兼容模式 兼容模式的话 就高版本的一些功能 它是没办法使用的 像插入屏幕截图插入公式 它这些按钮都是按掉的 没办法用 难道我只能将就吗 其实不用的 在文件这边有一个信息 旁边兼容模式 这里有一个转换 大家可以看到 点击一下转换 点击确定 会发现一下子正常了 这些所有的插入的选项了 公式了什么的 我们都可以进行使用了 当别人要借我们电脑的时候 你借吧 自己也有隐私 一些东西不想被看到 你借吧 又伤害同事之间的友情 那怎么办呢 像我们不想被对方看到 我们最近都打开了哪些文档 怎么对他们进行隐藏呢 难道要一个一个删除吗 其实是不用的 在选项这边 点击高级 下面有一个显示 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 显示最近使用的文档 只要把它的数字改为0 点击确定 这时候我们再看一下 最近打开的文档 它就一篇都没有显示了 而怎么样再让它正常的显示呢 依然是在原来的位置 高级这边找到显示 在这边输入任意的数字 例如我们显示20天 点击确定 我们再看一下 就我们自己的电脑 我们用的时候 就一切正常了 在日常的文档处理中 与文字总是如影随形的 就是图片 俗话说 以图胜千言 一张合适的图片 不仅可以提高文字的说服力 而且可以大幅度的提升文档的颜值 而图片的处理 有三个重要的注意事项 大家一定要记住 一图片绝对不能变形 二图片排列整齐 尽可能的相同尺寸 三图片通过裁剪 重点突出 除了这些以外 还有一些图片的处理经验的技巧 以及单图多图和双图排版的原则 分享给大家 小本子可以准备起来了 一张图的排版原则就是尽量拉大 让它在页面中显示清楚就可以了 而两张图的排版原则就是对齐 无论是上下对齐还是左右对齐 只要对齐它的格式显示就非常的美观整齐 我们重点说一下三张图四张图和多张图的排版原则 我们在word里面来进行操作演示 我们三四张图的排版一般借助我们的表格 这样排版非常的整齐 是的 你没听错 插入表格 例如我们以四图排版为例 插入一张表格以后 选中表格在布局这边点击属性 选项 把自动重调尺寸以适应内容把勾给去掉 点击确定 确定 这样我们就可以给它插入图片了 插入图片 插入四张图片 我们按住键盘上的F4 重复上一步操作 图片插入完成 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图片大致整齐 但它有大有小 还非常的不够美观 我们就可以通过图片的彩剪来调整它 彩剪图片 让它们的高度大致相同 彩剪 这时候我们只要给每张图片输入名字就可以了 名字 复制到每张图片下面 这样我们的排版大致完成了 但是表格框线非常丑 老板一看就露馅了 怎么办呢 选重图片 在设计这边 把边框给它全部去掉 无框线 这样是不是看起来整结美观非常好看 三张图的排版也是一样的 我们把这个删掉一张图片 然后在这边给它合并单元格 下面也合并一下F4 重复上一步操作 这样把上面的图片给它放大 现在我们再来看它的 布局是不是也非常的整齐 同样的去掉框线去掉框线就可以了 在设计这边点击无框线 是不是也非常的整齐好看 当我们的排版已经基本完成以后发现 咦这张图片不太合适 我想换一张图片 这个时候难道要再删掉再插入再调整大小吗 非常麻烦 我们只要选中这张要换掉的图片 点击图片工具 格式这里 更改图片 点击来自文件 找到我们要的那张图片 例如这一张 直接点击插入 它就完美的替换了一张图片 但是它的整个布局还是没有更改 是不是非常好用 除了这些以外 我们还有一种排版 就是像这种多图的排版 它里面特只是一张的图片 但它里面包含了很多小小的图片 还用到了色块 这是怎么做的呢 像这个就是在我们的PPT里面做的 我们可以借助PPT 像这个PPT里面每一张图片 我们把图片都复制到PPT里面 它都是一张单图的图片 根据我们的布局排列整齐以后 可以插入一个色块来对它进行介绍 所有内容排版整齐以后全选内容 Ctrl-C复制 Ctrl-V粘贴 粘贴选项我们给它选择 保存为图片 这时候你会发现 这几所有的内容都已经成为一个完整的图片 然后右键 另存为图片 我们把它放到桌面上来 点击保存 这时候我们回到桌面 会发现那一张图片已经在桌面了 直接拉到我们的word里面来 是不是非常完美 以上是关于word的技术性的硬操作 再给我两分钟说完word排版美化操作 我们就下课 看看进度条也知道是骗你们的 文档排版美化 两分钟怎么可能讲得完 关于文档美化有五个原则要分享给大家 1.重点突出增强对比 2.内容紧凑增加间距 3.元素对齐格式统一 4.添加助攻增强观赏性 5.规划版面结构清晰 而具体怎么应用呢 看我干嘛看录屏啊 1.重点突出增强对比 我们可以通过对标题进行设置 例如大标题我们给它加大字号 同时进行加粗 而每一段的小标题给它单独成行 增强标题与正文之间的对比 2.内容紧凑增加间距 说白了就是调整段论的行间距 与段间距 小标题与正文之间关系紧密 我们可以让它紧凑一些 而每部分与部分之间没有什么关系 我们可以增加它的间距 使它们层次结构更加的清晰 所以选中每部分的小标题 断前距给它增加一行 断前增加一行 点击确定 是不是清晰了很多 3.元素对齐格式统一 重点就在于对齐 要有统一的对齐方式 我们这边选中正文内容 光标至于正文地方 点击选择按钮 选择格式相似文本 一下子就全部选择起来了 断前给它缩进两个字符 点击确定 对齐以后我们发现右侧 有的内容多有的内容少 非常的不整齐 我们自己对齐方式 选择两端对齐 这样它就会整齐非常多 另外强调一点 一页文档最好只有一个对齐方式 如果有两种或者是两种以上 文档会显得非常杂乱无章 4.添加助攻 增强观赏性 说白了就是用尽一切的方法 给文档添加一些元素 提高文档的颜值 例如我们可以改变一下字体 给标题文字添加颜色 或给文档添加背景等 这篇呢 我们就把字体改为微软雅黑 Ctrl A全选 字体变为微软雅黑 小标题呢 我们都给它改为蓝色 给它添加一个颜色 同时我们给它上下添加一个色块 增加它画面的生动性 无软廓 填充色为蓝色 点击它 我们文字环绕 就给它选为称于文字的下方 因为它是蓝色 所以我们的标题颜色 就给它改为白色 然后这边再增加一行 提到它的间距 这样会不会舒服很多 然后按住Ctrl键 直接下拉一个色块到底端 我们给它窄一点 这样一篇文档排版就完成了 是不是比原来的好看了很多 5是规划版面结构清晰 我们来通过另一篇案例说明一下 其实工作中我们遇到的排版有非常多 除了刚才那些公文文书的排版 还有一些像杂志内页一样的排版 也需要套用这排版的5个原则 例如这是一段关于哥哥张国荣的文字 如果是你 你会怎么排版呢 大家注意我要变形了 一是重点突出增强对比 我们给主标题增加字号 这字比较小比较少 我们给它扩大48号 同时加粗 增强对比除了可以对标题动手脚以外 在证文里面我们也可以给它设置为 首字下沉 增加证文之间的对比 选中第一个字 点击插入 首字下沉 下沉 这样是不是也非常好 二内容紧凑增加间距 这里就不需要增加段一段之间的间距了 我们可以增加一下行间距 它们的距离都太近了 我们给它行间距 调整为1.15倍 这样子 三元素对齐格式统一 内容只有一段 而且本身已经是右对齐了 所以我们只要给它进行两端对齐就好 可以看到它的右边非常不整齐 点击一下文字两端对齐 一下子就整齐很多 四 添加助攻 增加观赏性 既然是说哥哥张国荣的 所以我们可以给文档添加一张图片 以图胜千言嘛 我们在它的上面添加一张图片 回到桌面 把图片拖进来 我们可以看一下 字体给它统一改为微软雅黑 因为哥哥是一个很有诗意的人 所以我们的标题可以给它用中文字体 例如改为华文型凯 颜色给它改为哥哥的红色 首字下层也可以改一下 改为红色 我们夹字排版一般常见的套路 就是给字体添加 给标题添加一个下滑线 我们选中标题添加下滑线的时候 很多人都会点击这边 但是这里的下滑线 它有一点就只能文字有多少 它的下滑线只能添加多少 而我们要整行的下滑线怎么办呢 我们选中文字以后 在段落这里有一个它的边框 点击一下最下面边框和底文 边框点击自定义 我们棒值标题的棒值可以粗一点 选为三棒 颜色也改为红色 线形的话 杂质线形一般用一个上出下细的 这样两条的 大家注意 在这边点击下滑线的时候 应用于这里一定要选择段落 如果选择文字的话 它会把字包起来非常的难看 我们选择段落 它就只是在下面添加一行而已 把其他都去掉 点击确定 这样就完成了 五 规划版面结构清晰 是说我们可以给中文内容进行分栏 这是杂志类排版最常见的套路 选中中文文本 选择选择格式相似文本 点击布局栏 我们给它分为三栏 分为三栏 我们发现好像少了点什么 其实我们可以在它每栏之间 给它增加一条分隔线 点击更多栏 在这里把分隔线勾起来 点击确定 是不是一下子文档颜值提高了非常多 我们通过这两篇案例 把关于段落设置的功能技巧 都串起来讲完了 如果你对文档的排版美化非常感兴趣 推荐大家一个网站 花瓣网 里面有很多非常经典的设计美化案例 供大家参考 除了以上这些最实用的功能性排版 其实word也可以制作一些简单精美的海报 具体怎么做 一起来看一下吧 首先插入一张图片 在桌面上 我们把它拖进来 选中图片 文字环绕方式 给它设置为称于文字下方 按住键盘上的sift键 缩放图片 保证图片不会变形 对齐方式 我们给它选择底端对齐 记得要勾选对齐页面 这样的话 它会直接对齐到页面的最底端 我们可以看一下 为了营造出那种先进般若隐若现的感觉 给它插入一个色块 大致到这边 去轮廓 右键 设置形状格式 填充的话 给它设置为渐变填充 一般我们要两个小符号就可以了 颜色都给它变为白色 这个也设置为白色 下面的白色透明度 我们调整为100度 然后第一个小光标 我们往左侧 往右侧拖动 可以看到我们页面已经在渐渐的变化 大致到这个位置 那种先进般若隐若现的感觉 是不是已经营造出来了 接下来是插入文字 文字的话我们来绘制文本框 绘制横排文本框 我们去轮廓去填充 选中文字字号给它放大 66号 改变一下字体 用丝缘送体会比较好看一些 因为我们海报整体风格是那种 虚无缥缈 若隐若现的先进 所以文字我们也给它进行渐变处理 选中文本框 右键设置形状格式 点击文本选项 文本填充 点击渐变 光标拖过来 黑色渐变 然后到白色的渐变 我们稍微调整一下 这样是不是已经设置好了 文字有点太拥挤 会显得比较紧触 我们选中文字以后 点击字体的命令启动框 把它的间距调整为加宽 加宽一棒就可以了 点击确定 字体稍微大一点点 选中文本框 对齐 居中对齐 水平居中 一下子就聚中到文字的最中间来 我们按住键盘上的Ctrl键 直接拖拽文本框 然后拖拽另一个复制过来 文字极致无暗向天而割 OK 这样我们大致已经完成了 我们看一下另一张海报 他的这张海报 除了文字以外 下面还有一些小小的副文字 这个只是文本框 然后输入文字就可以了 我们就不再进行制作 直接复制过来 Ctrl C Ctrl V G中也是水平G中 中间再给他插一个小小的线条 使他的整个文档更加的美观 插入线条 按住键盘上的Shift键 可以画一个非常非常直的线条 对齐方式依然是水平G中 设置线条 点击线条 我们加出到1棒 这边颜色选择为灰色 这样就可以了 我们一张海报就这样制作完成了 按住键盘上Alt V 加U 进行全屏游览 是不是非常的美观好看 我们通过这个案例 把文字图片色块 以及线条的应用操作技巧 串起来讲了一遍 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 排版设计虽然千变万化 但关键的操作也就那么几个 所以只要学了这些技巧 举一反三 你也会觉得 其实word挺有意思的 快下课了 我们来布置一下家庭作业 本节课的作业是 根据文档排版的原则 以及图片处理的技巧 给各个张国荣的这段文字 进行重新的排版设计